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外邦人的导师这两种称号 并已寻到所有的鲜血 就使他达到了圆满 今天的福音 举字马多福音第十六章 他叙述剥夺的信仰宣认 和耶稣受以他教会的首席权 这个段落这样说 耶稣来到了菲利伯的凯撒雷亚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们说人死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西子若翰 有人说是厄里亚 也有人说是耶利弥亚或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蒙伯德鲁回答说 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那德子西马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几世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在跟你说 你是伯德鲁盘使 在这盘使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 绝不能战胜他 我要将天国的药 事交给你 放你在地上所舒服的 在天上也要被舒服 放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福音的经文就到这里 耶稣带领他的门徒 来到以色列领土的边界 来到菲利波的凯撒利亚 一个靠近约当河源头的 为班希腊文化的城市 如此在犹太环境的影响之外 他向门徒询问他的身份 人们说人死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波多在马多福音中的回答 与其他的对观福音的很相似 他说 你是基督 就是说 你是摩西亚的威望的后裔 但是在马多福音 波多的话语还补充说 你是永生天主之子 虽然在9月里面 这个称号与达威王朝有关 但在马多福音 它有一个独特和超然的含义 即使耶税收醒时 天上的声音宣布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税正是天主之子 他是那厄玛努尔 在他身上 却使善主与我们同在 接着耶税回答波多说 愿那个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 提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尽管博多和其他的门徒 一起陪伴过耶稣 听过他的讲道 见证过他的奇迹 但他所宣称的信仰 不是出自人的经验 或教导的成果 而是一种启示 是类似天父的恩赐 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 耶税针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呢 基督招教了我们 不仅是为了让我们 了解一两串的教义 而尤其是 为了他得以把自己 启示给我们 其实信仰是天父 在生死内 借着生神的一种启示 这种属神的 个人的相遇 在爱中显示出来 天父在基督内 所爱我们的爱 我们是借着生神 善欲其中 并在兄姐相亲相爱 而表现出来 因此心得 除非是在教会内 在基督徒团体内 被养育 并活出来的 要不然 达不到其成熟 在这世俗化 以及无神论的社会中 在基督徒团体内 活出信仰是 必不可少的 基督徒团体 则是一个真正的 心得和爱得的实验室 耶稣对剥夺说 你是剥夺路 盘使 在这盘使上 不要建立我的教会 因见的门 却不能战胜它 剥夺所代表的信仰 就是从图门传下来的 及教宗剥夺的后卫者 所保全的 是教会压力建立的 坚固盘使 现今 我们生活在 一个动荡的时代 我们目睹 巨大的变化和痛苦 并可以看到 新一轮的迫害 你遭到 基督信仰价值观的拒绝 这种迫害 不仅是来自 某种原教旨主义 而且还来自 新形式的极权主义 他们试图 在全球范围内 限制和惩罚 信仰自由和敬拜自由 正如我们在 COVID-19的疫情当中 在世界各地所见证的 在教会内 也可以看到 被误解的 道德和神学 进步主义 所推动的训练 在他的话语中 耶稣向我们保证 只要教会在 宗徒信仰的盘石上 保持稳固 那些全是 无论看起来 多么无可战胜的 都不会得逞 剥夺被收入天国的要事 以统治和管理他的教会 以及舒服和释放的权利 而且在拉比犹太教中 被当作教导 祭律和生命最过的权利 为我们为教宗和主教们祈祷 特别是为我们的主教 有证状 生命 佛独路祈祷 今天是他的珠宝日 愿主私给他们 干义的恩惠 好难执行其责责 守护信仰的完整性 并有勇敢捍卫 良心和敬佩的自由 也让我们为天主的死命祈祷 愿他与牧人亲密的联合起来 好难为信仰受战 谢谢大家 天主朋友